- 环保局人员身穿防护衣进到台北车站成品地下街大消毒 每个角落都不放过 铁门全部拉下停止营业 因为成品地下街K区和联通道 11号至今爆出武力确诊 包含3C用品 超商 速食店 手摇引电都有电源染液 K区15号开始停业 本来3天 延长到4天 19号才会恢复营业 临近的区块 然后应该是类似群聚的状况 所以目前为止我们认为说 他应该还是在这个场域 可能有互相的感染源 甚至是交叉感染 只要是阴性的 那我们已经会帮他们开始施打疫苗 第一波疫苗接种专案 安排在17号下午1点 K区和地区一共441人 包含陈租人 员工 保全 清洁人员等等 都在施打疫苗名单内 不过地下街经理也坦言 早有跟市府提出需求 但至今才被重视 台北车站附近地下街 是重要交通路线 目前市府匡列确诊者相关接触人 一共30人居家隔离 但顾客部分仅呼吁自主健康管理 相关人员裁检也还在进行 如何让职场群聚快速落幕 就看市府如何围堵 三连圈的隔离钢注军SB小组台北报道